1976年9月6日,日本的防空雷拉上出現一架偏離航道往日本白海道飛行的不明戰鬥機 正值冷戰高峰期的日本空軍非常緊張 畢竟在當時緊張的局勢中,任何一點小差錯都有可能讓冷戰變成熱戰 最後甚至演變成讓人類消失在地球上的全面核戰 這架戰鬥機原本從楚谷耶夫卡空軍基地起飛與其他寮機一同進行飛行訓練 然而原本應該與其他寮機一起持續爬升的其中一架米格25突然向下俯衝 並偏離航道往海岸飛去 下午1點,日本雷拉發現高速飛往白海道的米格25 不到10分鐘後,隸屬於第302戰術戰鬥機中隊的兩架F-4EJ 從札幌的千歲空軍基地緊急升空 依照日本空軍的演練,空軍F-4應該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接近領空的敵機 爭取時間確定不明戰鬥機的實際意圖 必要時刻予以攔截 然而當時因為天氣因素配上雷達性能問題 導致防空雷達只能斷斷續續的大概了解這架米格25的位置 日本裝備的這兩架F-4又是剛剛服役的新戰鬥機 空軍的飛官在操作上也不是特別熟悉 再加上F-4儘管有對空雷達 但是因為俯視探測能力很差 導致日本空軍根本找不到這架戰鬥機實際上在哪裡 只能確定這架蘇聯戰鬥機正高速接近千歲空軍基地 儘管只偵測到一架戰鬥機朝日本空域高速接近 但是因為雷達性能不穩定 自衛隊根本沒有辦法確定是不是後面有龐大的機隊 正準備對日本軍事基地以及駐日美軍進行大規模打擊 戰爭可以說是一觸即發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冷戰時期最戲劇化的 維克多貝連科叛逃案 同時來聊聊讓西方世界嚇到睡不著覺的最強攔截機 米格25胡福 本空軍一樣緊張的是駕駛胡福的飛行員維克多 因為這次行動是完完全全的叛國行為 當時維克多根據地圖大略知道日本千歲基地的位置 根據他的計畫 只要開著戰鬥機接近日本領空 理論上就會馬上遇到抽上來攔截的日本戰鬥機 這時候只要靠著日本飛行員的導引 就可以安全地降落在任何一座軍事機場 之後就只需要走程序叛逃到美國 去過著資本主義的生活就行了 然而因為日本空軍找不到維克多 導致維克多已經飛到領空 卻一架日本戰鬥機都沒有看到 然而原本算得剛剛好的油料就快要用慶 維克多必須要趕緊做決定 下一步應該要怎麼做 這時他隱隱約約在北海道南部找到一座小型機場 這是一座日本的民用機場 韓管機場 民用機場儘管也是機場 但是在設計上不只跑道不夠長 航空管制也沒有經驗面對這樣的特殊情況 但維克多也管不了這麼多 在油料用完前30秒緊急迫降在韓管機場 因為情況緊急 還差點撞爛一架正在準備起飛的波音727客機 結果到這個時候日本軍方還在忙 還在想嗯剛剛那架戰鬥機跑到那裡去了 然而在韓管機場迫降的蘇聯飛行員 維克多慢慢的開始被好奇的群眾包圍 為了要儘快與日本官方聯繫 保護自己的安全 維克多對空鳴槍想要驅離附近的民眾 而民用機場的空管員 雖然在第一時間聯繫了自衛隊 但卻收到你要去報警 不能來找我們的神奇回復 但不用多久 日本軍方就發現事情非常非常嚴重 首先蘇聯飛行員迫降在日本代表的是 蘇聯可能會藉由要取回戰鬥機 或是搶救飛行員的理由 對日本本土進行攻擊 不要相信這不可能 如果想 咳咳咳咳 八點抗戰 咳咳咳 那把戰鬥機還回去不就好了 事情當然也沒有這麼簡單 當時維克多駕駛的 正是讓北約數十年以來 天天睡不著覺的超級戰鬥機糊糊 這代表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想方設法的想要取得這架戰鬥機的實際性能 這樣才有辦法根據蘇聯攔截機的性能改變戰略 也就是說日本不能把戰鬥機還回去 也不能給北約 怎麼做都會惹得世界兩大超級強權的其中一方極度不滿 意識到事情嚴重性的日本軍方馬上出動 陸上自衛隊第11師以及第28輕步兵團 前往航管機場與警方一起進行封鎖 同時海上自衛隊也出動艦艇 在北海道和本州之間的京青海峽進行巡邏 而航空自衛隊也同時派遣F4在北海道上空 分批次執行24小時的巡邏任務 防範任何蘇聯後續的動作 對蘇聯來說 這嚴重影響到蘇聯領空的安全 胡符的設計就是要用來對抗美軍的遠程轟炸機機隊 如果胡符的性能全部被北約完全摸透 不只是北約可以依據胡符的性能 重新規劃戰術戰略 但同時最重要的是嚴重影響大外宣的效率 所以米格25胡符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就需要把時間推回到1959年 當時蘇聯的防空部隊 最重要的任務除了確保邊境空域的安全之外 平時需要防範飛行高度達到7萬英尺的超級偵察機U2 同時需要對抗美國研發的各種戰略轟炸機 從原本的B29、B36到後來的同溫層堡壘B52 這些遠程戰略轟炸機的目標就是在核戰開打之後 從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中起飛 以各個方位對蘇聯的城市、軍事基地進行大規模的核打擊 然而B52僅僅只是戰略轟炸機部隊的開端 後來美國陸續研發出了速度可以超過2馬赫的B58 以及大名鼎鼎的超級戰略轟炸機B70 米武神的性能就算到現在都還難以被超越 飛行高度不僅超過U2達到變態的7萬4千英尺 飛行速度更是達到3.08馬赫 在1964年就成功試飛了女武神 嚇壞了蘇聯軍方 蘇聯軍方當時不僅沒有任何攔截機可以飛到這個高度 同時速度也完全跟不上 蘇聯的主力戰鬥機米格21的速度僅僅只有女武神的三成 三年之後首飛了米格23 速度也只有1.69馬赫 也大約只是女武神的一半 這代表蘇聯需要立即研發一款全新的超級攔截機 米高陽設計局以及蘇凱設計局馬上開始研發工作 一個是研發出在越戰早期玩弄美軍F4幽靈的米格21 另一個則是在後來研發出經典戰鬥機速27速30 以及現在最先進的速57 1967年蘇聯最新攔截機米格25首次亮相 在多末節多末航空展上 最後飛越群眾上空的是三架身形巨大的新型戰鬥機 這使美國陷入極度焦慮 騰空出世的胡佛戰鬥機在外型上 與美國正在研發的F15極度相似 同時都有大機翼兩顆並排的巨大引擎 然而美軍的F15連首飛都還沒有完成 不易甚至要拖到快10年之後 最讓美國恐懼的是 根據情報 蘇聯先前在空中創下高度以及速度紀錄的耶115 很有可能就是米格25的前身 這名蘇聯的新戰機很有可能已經具備3000公里的時速 以及超過8萬尺的聲線 這代表如果胡佛的性能與F15相當 那美軍將會有數十年的時間沒有辦法有效搶奪制空權 而且所有準備用來轟炸蘇聯本土的超級轟炸機 將很難生存 不只護航的美軍戰鬥機根本追不上胡佛 只要胡佛飛得夠高 美軍也只能在胡佛下方半飛 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所以當1967年蘇聯飛行員開著超級攔截機胡佛 判逃到日本時 美國必須要抓緊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研究胡佛的實際性能 畢竟胡佛的問題不只是飛得高飛得快 最恐怖的是產量 美軍打造的超級偵察機黑鳥 雖然在性能上超過胡佛 但是因為特殊的設計和選用的材料 總共也只生產了32架 然而蘇聯的胡佛總共生產超過上千架 這代表這架飛機不僅性能變態 造價還低 米格25迫降在日本的事件馬上引起美軍的高度關注 為了要因應來自蘇聯的壓力 日本原本不願意讓美軍進行拆解檢查 只能初步的檢查戰鬥機的雷達和引擎 但是在美國的施壓下 日本同意讓美軍派C-5運輸機 把米格25運到百里空軍基地進行拆解檢驗 同時蘇聯以各種政治外交手段 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戰機運回來 一開始蘇聯要求日本原封不動的 等待蘇聯的 後的日期卻已經拖到11月中 而這代表的是美軍已經有超過一整個月的時間 對胡佛進行全面的檢驗 有趣的是 叛逃飛行員叛逃的理由是空軍基地的伙食很差 軍委長官們又不重視飛行員的福利 加上別連科剛剛離婚 毫無後顧之憂的他就決定投奔自由 到了美國之後的別連科在一次訪談中說到 他在美國過得很開心 因為美國人願意接受不同的觀點 然而蘇聯則是多次在大內宣中 宣告別連科死於車禍 別連科成功被捕 而別連科被處決 就如同烏克蘭的愛布蘭一樣 還沒抵達烏克蘭就已經被俄軍摧毀數十次 下集會詳細討論米格25胡佛的真實性能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